大家都知道 就台灣目前的政體是孫中山先生 當年創建他是有一個延續性 這個延續性就導致了兩岸在問題 很多具體的問題上 不能像獨派所說 兩岸處於兩國的狀態 所以蔡英文每一次在講他所謂 中華民國台灣這樣的論述的時候 他到底斷點是1945呢 還是1949呢 還是你要回到1911年呢 這實在很匪夷所思 還有譬如說台灣National Day 這個之前我們好像也聊過 你台獨的所謂國欠日 竟然擺在了孫中山 當時應該當時不算孫中山 應該說是同盟會的會員 這些人去搞出來的 武昌起義連帶辛亥革命的70年份 然後有10月10號 你不會覺得精神錯亂嗎 對 但是這個就是現今台灣 台獨的論述的最大困局 他們沒有辦法 對歷史做出全盤的解构跟解析 他們的很多理論上 是非常精神奔裂的 而且常常就我說 這叫切胳膊切腿 為什麼 因為金門馬祖他就沒辦法處置 因為金門馬祖到今天 他在我們台灣這個政治體制之下 他依然屬於福建省的系統 而且甚至我們還必須常態的 由行政院裡面的政務委員來指派 所謂的福建省主席 這樣的一個頭銜 兩岸分支的歷史事實 確實對民進黨來講是非常的頭疼 還有兩岸到底什麼關係演變而來 是從國共內戰演變而來等等 這些歷史論述 對現今的民進黨是非常難處理的